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用的是电动压刷吗 但是这个问题来看这期视频会更容易理解莱芬的决心 过去两个多月左右的时间 我把我的压刷换成莱芬最新推出的扫镇电动压刷 莱芬称之为下一代电动压刷 这款产品在我两个多月的使用过程中 到底感受如何 莱芬对它的愿景是什么 它还有哪些可以提升的地方 本期视频就让我来和大家好好分享一下 外观设计上正如开头各位所见 包装上莱芬大量采用了苹果的设计元素 并且包装和配件的供应链来源 我在和莱芬的沟通过程中 他们也是毫不避讳的说 而是采用了和苹果同样的供应商 所以这款产品的开箱体验确实是果味满满 我知道肯定会有人吐槽这一点 不过果味满满的好处就在于 这款产品本身和配件本身的质感是真的优秀 而且这次我们三个材质都拿到了 塑料 铝合金 还有不锈钢 哪怕是售价最低的塑料版本 它的质感也由于绝大部分同类竞品 并不会给人廉价的感觉 这点在电动压刷领域是非常难得的 而且这个磁吸充电线 充电时的声音大家感受一下 非常舒适 对于一款电动压刷来说 握持手感是非常重要的 这款产品的握持手感就很出色 因为产品本身比较小巧 拿起来没有任何压力 而且压刷在工作时的振动控制也很好 并不会让人有一种手麻麻的感觉 所以它的握持感在我这儿是高度好评的 整机的功能键其实很简单 为了保证一体性 避免机械按钮容易藏无拿过的问题 来分采用了创新的无缝压感按键 搭配多个压感触感器 使用的时候只需要按压这个按键 就能实现不同的功能 除了第一次使用的时候需要长按 让压刷从飞行模式变成待机模式 到之后你再拿起 或者压刷十一遍到振动 那就会感应开机 你再短按就能够开始刷牙 然后双击切换档位 默认有三档 如果你对于档位有更加细致的要求 你也可以打开微信 搜索来分小程序 就可以和压刷配对 进行更细致的档位调节 不仅可以调节振动的频率 操纵幅度和操纵速度都可以调整 每个维度有实际可调 打开高频模式还能开启第四个档位 在这里也可以设置默认的刷压市场 非常方便 如果你不嫌麻烦的话 也可以下载来分APP 获得更稳定的连接体验 后续来分的更多产品也会加入其中 不过这个压刷最牛逼的地方 还是在于团体里面的奠基 来分自研四伏系统 能做到非常大的摆动角度 而且在不开机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刷头是可以随意转动 没有纤维的 并且开启以后 因为它的摆动角度很大 所以它是整个刷头都在摆动 而不仅仅是刷毛 这样刷牙会更符合巴式刷牙法 从而做到更好的清洁效果 很多人可能会忽略 刷头对于电动压刷的重要性 其实不亚于电机 一方面这玩意它是个消耗品 如果价格太高的话 真的会让很多人心疼 这样就会降低换刷头的频率 另一方面刷头本身的工艺和材质 也的的确确影响了体验 来分这款的牙刷头 全都采用了无铜织毛工艺 刷头的体积会更小 也更有利于在口腔内进行清洁 有0.02毫米超软细毛 和更一点的尼龙丝 而不得不提的是 这个刷头的平均价格是9块9一个 来分的朋友和我说 市面上同工艺同材质的价格 就没有人做到比它们更低的 我之前用过欧勒币和其他品牌的尼龙刷 总之我觉得这个刷头和价格 确实很有性价比 续航方面 官方表示 中等强度下是一个月的续航水平 我拿到手以后也就充电了两次 前段时间回老家待过了一周 也是全程都没有充电 所以它的续航体验 我这两个多月使用下来是非常满意的 最后再说我一个期待的点 这款产品很小巧 也很精致 所以我很期待官方能出一个 有质感的旅行收纳盒 我已经知道的配件是官方会出一个充电底座 并且和随机自带的磁吸口就能配合充电 如果再能多一个旅行收纳盒 这个生态其实就完美了 莱芬这个品牌 我相信大家知道它是因为高速吹风机 而戴森其实是高速吹风机这个品类的开拓者 不过莱芬让高速吹风机走入了更多的家庭 在市场占有率上也打败了戴森 而莱芬这次做电动牙刷 其实也是这个目标 我和莱芬CEO在交流的过程中 他说中国的电动牙刷普及率并不高 一方面是国内对于口腔健康的重视程度 还需要不断加强 另一方面是好的电动牙刷往往不便宜 使用成本也相对更高 而莱芬的目标就是希望通过这一款 体验优秀 价格也足够亲密的产品 实现真正的技术普惠 不仅仅提高莱芬在电动牙刷领域的市场份额 还能够提高电动牙刷这个品类的普及率 我觉得这款产品无论是从体验还是从定价上来看 莱芬确实是冲着这个方向去做的 莱芬的产品给我的感觉就一直挺奇怪的 它的确存在着很多模仿行业头部的痕迹 但它的体验又是真的可以 而且价格会低非常多 按理来说 这样的品牌应该会给我一种性价比的感觉 但莱芬还真不是 因为性价比品牌往往是花一半的钱 获得75分的体验 但莱芬吹风机我用了好久 这个牙刷也用了两个多月 莱芬的产品给我的感觉是花了一半的钱 获得了行业内头部的体验 这一点真的还是挺牛逼的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类似的感觉 各位也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当幕来分享一下 你对于莱芬这款电动牙刷的感受 本期视频的主要就是这么多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请不吝点赞评论和投资点赞 我是JK 我们下期视频见 祝贺好运 拜拜